星期六,8月26日,亞洲博覽館就舉行了香港首屆的SneakerCon 活動除了吸引到一大班波鞋迷之外 更加有來自不同地方的SneakerHeads延伸之似 有個別商會也請來著名的SneakerYouTuber和大家見見面 而大會也請來Ray Gun,Ray Allen作為活動的嘉賓 眾所周知RayRay是一個鞋癡,家裡有三本牆都是鞋櫃 前年更加因為家裡太多鞋,而選了一大堆穿過的波鞋 以藏寶的方式送給球買 有數知不盡的波鞋有對Sneaker非常有研究 不知道RayRay有否覺得自己是一個SneakerHead呢? 當日RayRay一到場就跟籃球小子Isaac一齊巡視攤位 有說有笑之餘,還跟商戶握手合照,非常親民 其實親民又怎止當日? 早在星期四已經到港的他在機場已經跟不同球迷簽名拍照 雖然這次只是RayRay第二次來到香港 但是已經自己搭地鐵周圍去的了 知道駕布哪裏去購物之外 更加在海旁自己練跑店 真是整個香港人那樣 對行程有自己一套,對人對時RayRay都同樣有自己的看法 話說這個off season特別多一線球星的交易 先有Chris Paul,Paul George,再有Gordon Hayward 到剛剛的Carrie Irving和Isaia Thomas 所以未來的賽季RayRay都覺得非常有趣 不過講開Carrie和IT這個trade 日前RayRay就在自己的Instagram裡就IT疑似中心都被trade走 有些意見 還說可能終歸是一門生意 不是球隊trade走你,就是你自己要求轉隊 其實類似這樣的說話 早在他7月3日的時候 被Satix的粉絲留言罵他跳船不中心 因而在網上開火的時候都說過 不過怎樣都好,最令RayRay扯火的是 近日看到網上疑似有球迷笑IT的波衫 他就表示完全接受不了了 我認為這是沒有辦法任何人在演技 沒有選擇的手術 任何人在世界上 人ize能做這樣 谢谢大家